27年前,陈秋霞除了是香港著名的音乐创作人,更是当红的歌影双亲艺人。 27年后的今天,她已经成为马来西亚企业巨子潘斯里中停森的夫人,但她却仍然坚持她的音乐梦想。 经营吸引的陈秋霞下定决心推出新专辑《放飞梦想》,令乐坦引起极大的回响。 是因为我一直都有写一些歌放在我的家,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喜欢用环保纸来写我的歌, 但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存起来,就觉得这些歌有点不知道,怕有一天自己不在的时候, 有没有人会明白我当时是写什么,所以就下最大的决心,要把这些歌好好的整理, 然后去找一些好朋友来演绎这些歌,然后就才会有这个专辑。 《放飞梦想》专辑包括孰情歌、大乐队爵士、R&B、摇滚等各种类型的歌曲。 其中除了收藏陈秋霞自己演唱的韩语国歌,还找来不少艺人合作, 而香港代表则有巨星谭永林及陈龙,摇滚歌曲还请到黄家强来演绎, 甚至台湾当红的偶像团体《男权妈妈》也有参与合作。 其实我跟谭永林是认识超过有30年的朋友,在电影上面就常常合作, 在表演也有,但是在灌录唱片就很像这个是第一次。 那我本来这个《放飞梦想》这首歌呢,就是想跟谭永林说, 我们认识这么多年,都没有合作过唱《灌录一首歌》在唱片里面, 就一起把这个梦想放飞吧。 金曲奖的时候我就看到南权妈妈是个小孩子, 那我觉得他们不单止在音乐方面, 因为我女儿都有听他们的歌曲,我都有注意, 直到看到他们本人,觉得他们又是很有礼貌, 然后就很乖,很亲切的几位小孩, 所以我就动了这个念头,想找他们合作。 因为本来我跟小冬已经在香港认识了,一直都没有合作。 那他这些年来都在内地在拍很多的连续剧, 他一直也是很想在歌坛,在创一些高峰, 所以我们就谈到这个,就为什么不替他写一首歌啊, 那歌已经写好了,我觉得那个歌还不错。 陈秋霞当年凭电影《秋霞》夺得第十四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, 也是最年轻的影后,在他事业最高峰时, 他却选择了回归平淡,远嫁马来西亚富商。 从当初歌影坛嫁作人妻后,他的降服轿子生活过得极其的简单, 几十年后再让他回到音乐的舞台上, 在记者会上有些感动得气不成声。 还好他们都对我很好,所以也不算是很紧张, 只是心情有一点起伏了, 刚才在记者会的上面就因为感情太丰富了, 就哭起来了,还好装还没卸掉啊, 没有问题啊,